在2021年秋天去泰州温岭的那次 本来计划也去御环的 后来时间不够了就没去城 这次总算是来了 去的时候是4月底 宾馆楼下的琵琶已经熟了 第一站我们先去基山岛 坐车先去站台码头乘船 码头附近的镇上是依山而建的大片食物 这种房子在浙江和福建的海边都很常见 码头里远处就是些渔船 码头附近可以尝尝这种炸的海鱼和虾耙子 里面各种海鲜 这是海鱼 叫花鱼 花花鱼是吧 船票到基山岛12元 大陆岛32 到基山岛路程大概15分钟 看看风景一会儿就到了 我觉得短途的坐船体现还是很不错的 一下船你就会看到对面大片彩色的房子 可以去里面小巷子走一走 体会一下本地人的生活状态 码头这里有各种美食 他们卖的各种鱼干超级好吃 我们从基山岛离开后的几天游饵的时候一直在吃 这个石莲和青草果冻一样的东西也很好吃 之前在燕大山吃过 清凉冰爽 这里手工垂打的鱼面也是台州地区的特色 特别的鱼面 要用这个棍子把它垂出来 之后就可以沿着公路环岛走一圈了 岛上面积不大 两个小时基本也走完了 岛上的老房子还保留着上世纪的样子 路边偶尔能看到山树 结了许多果子 从这里下到海边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 有大片的礁石 只是遗憾海是黄色的 还要知道 我的朋友们没一会儿都跑到我远处的礁石上去了 我只能在眼前的区域活动活动了 附近最高点有一座灯塔 这样看上去风景也是很不错的 岛上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接下来是我们在玉环的环海之旅 我们在玉环海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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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玉环海之旅行